来吧 那我们新建一个web项目 咱们今天应该是对11 你看这回就点上了 上回应该是卡了 对11下完先web 好 来 编辑一下我们的走路径 是吧 -defail.encoding.utr-m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 然后把转改成 对11 是吧 Apply一下 OK一下 好了 没有一些其他我们学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叫ServerLight Contest 那么我们说ServerLight我们已经学过了 那么contest的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不代表上下文啊 对吧 那我们说ServerLight的上下文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代表了当前ServerLight的整个上下文 而是什么 整个应用的程序 也就是你整个web服务器启动以后的这个项目 对吧 你可不能整个web服务器啊 甚至web整个服务器下面这个这个项目 对吧 好了 那我们说它代表的是ServerLight的上下文 那它什么时候创建的呢 或者说我们用不用手动创建呢 其实并不用 因为当我们的web服务器启动时 它会为我们每一个web的应用程序 记住了 也就是webapps下的每个目录 是不是就是一个应用程序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文件夹是不是都是一个项目 对吧 好了 然后给我们创建了一块共享的存储区域 各位注意关键点来了 第一共享 第二存 区域 叫存储区域 那我们说共享的话 既然说是整个应用程序整个项目的共享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每一个ServerLight都可以享受这一个共享的东西啊 或者叫数据啊 对吧 那么第二个各位 它叫什么 存储 那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学了个存储 还记得吗 叫Session 我们说Session.set attribute 那是不是在其他的ServerLight也可以访问呢 但是我们说Session是保证是浏览器这个窗口绘画 没有关闭之前 当前项目下的所有的ServerLight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Session来获得那个值啊 对吗 但是我们说一旦关闭了以后呢 我们一旦关闭了以后 再去访问这个Session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拿不到了 对吧 因为是一个新的Session了 但是这个不一样 那个是我们说产生一次绘画就会创建 而这个是一旦启动了 每一个项目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共享啊 那它会随着我们浏览器窗口的关闭而失效吗 不会了吧 因为你浏览器关闭了 因为你浏览器关闭了 它会关闭你的服务器吗 是不是并不会 对吧 好了 那我们要知道是它这个区域就非常的好 但是好是好了 也有个bug就是没法关闭 没法关闭 因为它是我们外部来创建的 而不是我们像Session一样 是不是去通过request 该的Session 然后可以Session去主动失效啊 对吧 好 那我们说Servalite Contents的也叫做公共区域 也就是说同一个web的应用程序当中 同一个web项目中 所有的Servalite和我们明天要学的GISP 都可以共享同一个区域 那各位注意了 由于是共享的 所以呢 它是web创建的 那最终创建也好 关闭也好 都是由我们服务器来做操作 对吗 能看成这句话吗 服务器创建 不是启动 给我们创建一个Servalite Contents 等服务器关闭了 是不是就类似于调整一次Troy这个方法啊 对吗 好了 那我们说各位 诶 写了这么多天的Servalite 其实也没多少天 比如说这个叫 错了 先创建个 包 COME.千锋.3w. 就是点 context 啊 我在这里面创建一个类 啊 创建什么类呢 创建一个Servalite 这个呢 叫 context Seralite 可以吗各位 可以吧 然后起一个名 逗号 value 然后value叫什么呢 比如说叫 cs 然后叫多 get 啊 那我们说各位 全程来看的话 貌似我找不到一个叫做Servalite context 对吗 包括说我们说 http Servalite 这个负类里面 貌似也没有提供给我一个方法 叫 getServalite context 有没有 往下看 有吗 好像 并 没有 对吧 好了 那我们说他没有 那就找谁了 负类 那我们说负类里面有没有Servalite 这是Servalite config 对吧 要的不是他 那我们往下来看各位 给没给一个 给了 那这个类是哪个类 是不是genericServalite 叫一般的或者普通的Servalite 好 这个Servalite 给了我一个方法 叫getServalite context 然而你看他里面怎么写的 他通过了 getServalite config 这个方法 拿到了一个Servalite config 再去调的谁 Servalite context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我可以用genericServalite 这个包装好的去写 也可以自己手动去写一个 这个呀 对吗 好了 那我们说还没有其他的方式了 比如说 我们都在在网上一个复类Servalite 里面有吗 有吗 没有 那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知道两种 一种是直接拿genericServalite的一个方法 一个是拿的是Servalite config的方法 对吗 好 那这两种各位 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 首先第一个 这是. 做什么 request request 对吧 我们说request是浏览器发送的请求到服务器 那我问你各位 我发送请求过来 这是不是证明你的服务器要开通了 如果你的服务器开通了是证明我的请求过来了 那你的服务器开通了是不是就已经给了我一个Servalite的text 那我们来看request有没有 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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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get part get parts 这都不是 getServalite Servalite exception 不是 get session 没有 getServalite path 也没有 然后getServalite config 有吗 没有 对吧 没有找谁 复类 然后在复类里面 我们再往下找 对吧 我们得知道它这个东西从哪来的呀 有吗 我的眼神现在 诶 有吧 有 那有的话 诶 有 我HTTP Servalite为什么没有实际 没有 哦 是继承 是继承 对吧 那是不是最终由我浏览器传来那个来决定啊 那我就可以通过request.getServalite context 这是通过什么方式 通过request 获取 对吗 对吗 好了 那我们先说这三种方法各位 最简单的肯定是 这个 还有这个 对吗 好 那么除了它以外 还有谁呢 那response里边有吗 是吧 看看吧 来response走 我这不想像发了 我就买了 get status get header get header get header就这几个对吧 没有 没有找谁 附类 附接口 好 附接口里边有吗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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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 看到了吗 我放大一点 有吗 get server 没有对吧 那response是不是就没用了 好 那response没有了各位 我们再回过头来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东西哪来的 我们思考什么问题呢 request的有response 没有 那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各位 我们通过request的还能找谁 我们通过request的还获取过一个内容是谁啊 get session还记得吗 那我们说get session拿到的这个session 是不是一定是http session 那我们再看一下http session里边有没有啊 这是sessioncontent的看差了 这呢 有没有 有吗 有 那我是不是又有一种方式 就是拿一个session 现在去get server lite compact 那这第四种是通过谁啊 session 获取 看懂这四步了吗 那你可能会说老师 那你这拿的东西都一样 那人家为什么要提供这么多种啊 各位我问你 先说第一个 get 就是通过server lite config 我们说server lite 是不是一旦初始化了 掉了initial这个方法以后 它是不是就有这个配置信息了 那我们有这个配置信息之前 挺好了 是在配置信息之前 你服务器启动了 是不是就已经给你创建好了一个东西 叫server lite context 那我们拿它去获取过分吗 不过分 这是不应该的 对吗 对不对啊 因为你是属于配置信息里面的一种 我可以去拿呀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 说通过generate server lite去拿 也可以 对吧 对啊 拿的不就是上面这个吗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 这个在我们的眼里 其实跟上面这个步骤 是不是一模一样 因为generate server lite里面 是不是对server lite context这个方法 做了个包装 包的就是这个 对吗 那好了 各位 你可别忘了 generate server lite 我们之前强调了 它的作用是不是特别好 把我们过滤掉了一些 不必要的方法 比如说initial 比如说destroy 比如说server lite config 比如说server lite info 是不是四个都给我们过滤掉了 所以它在把我们想 哎呀 你这个方式太麻烦了 那我给你提供什么方式 这个方式 没问题吧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方式对于我来说 是不是简单一些 是不是更 怎么说 要常用可以吗 其实这个不算常用 有个更简单的 谁 是不是他 他是不是最简单 我们通过request 那request 也没什么可说的呀 一字请求都过来了 那是不是给你服务器启动了 那服务器启动了 那就一定能拿一个什么 server lite context 没什么多说的吧 能明白我这意思吗 好了 所以我们总结来说 四种方式简单看一眼 generate方式的 server lite config 还有一个方式的 还有一个httb session的方式的 还有httb server lite request的方式的 没问题吧 那我们说了 站在应用的角度来说 最简单的就是generate server lite和request的 对吗 那我记住了各位 这四个 这四个无论你怎么写 割四个拿的是一个 这没什么说了吧 还用给你们打印地址吗 干嘛呀 行吧 来吧 从sorever lite continus开始 是不是123 123 那前面是不是都叫引用 后面存的是不是你返回这个对象的地址啊 那来吧 因为刚才我说 这不用我写了吧 岳望连这样 我说那行吧 那我写吧 岳望连那一声冷笑就是 你不写你试试 对吧 所以我现在写了 哎呦 开个玩笑 别激动 cs是吧 昨天 昨天开车的时候 看了一个车叫 稻奇挑战者 有同学知道这个车吗 你知道稻奇 稻奇驴 稻奇战斧 啊 对 对对对对 他说我在天津看了个车叫挑战者 哎呦 那车真帅 那车不贵 关键中国不卖 你现在买的都是二手的 呃 这个叫cs对吧 好 回车 是不是一个 是一个 那是一个各位 我说句不好听的 你拿着一个方式 或许行不行 或者拿着最简单的这个 行不行 行啊 这简单的也行啊 那无所谓吧 对吧 好 那我们说所有的context 我可以拿到了 那紧接着我们不要讨论 它有啥用吗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下它的作用 各位 第一个 可以获得当前项目的什么路径 发布路径 可以获取项目发布的路径 各位 什么叫发布路径 加上 所有的context 来 我刷新一下 我把它清空了 来走一遍啊 回车 这是什么路径 绝对 是不是显示在你的F盘下面 哪个哪个目录下呀 那其实如果放到Eclipse里边 来放的话 是不是应该显示F盘 哪个哪个TOMCAT 里面的外部Fs里面 那个是不是才是更为贴切的 因为我们之前强调过 它是不是存在了out里面的这个 A开头这个目录下面 里面这个才是我们的项目 发布啊 对吧 各位注意这叫发布 你写的那个斜杠什么什么 斜杠什么 这叫项目和资源 能理解这意思吗 那换句话说 各位发布的话 就是你真真真正的项目 在完整体的情况下 它在哪个目录下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还可以获得什么 你看获取容器的什么 附加信息 比如说get server letter info get context pass 对吧 那这个get context pass 我们是通过request也可以直接获取啊 对吗 contest上下文 上下文的pass 是不是上下文的路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contest get contest get contest的什么 pass 是这个吧 好 回来了 好 刷新 打开热计 cs 走 哎 没更新完 走 来 品一下各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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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看来 我看来看 你 看来看 看来看 是不是我们的项目 对吗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这个上下文指的是我们的项目了 对吗 这指的是我们的项目 so that get contested path 不对吗各位 难道第十一不是刚才我改的这个项目吗 肯定是啊 我不叫第十一嘛 忘了这个词了 application contest 应用程序的什么 上下文的路径叫第十一对吗 那我是拿到当前应用上下文的路径 那不就是第十一吗 好了 那再往下呢 还有什么叫全局容器 全局容器 那这个全局容器呢 最好的方式呢 我写两个吧 比如说各位 上周我们学了一个session对吗 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request来get一个 session啊 对吗 然后我在session.set attribute 比如存一个user name 来存一个字符串一二三四 阿强 然后我在在serverline的contents 在set attribute的一个 它是word的 然后这个叫一二三四五六行吗 可以不可以 可以 然后呢 我再写一个serverlet 我可以去做一个获取对吧 比如这个就叫做get serverlet 好这个就叫gs 叫多get request和request box 然后在这里面呢 各位注意了 我在这里面是不是得拿两个东西 一个是session一个是serverlet contents的对吧 好那就request get session.y 然后以及request.get serverlet contents.y 是这样吗 然后我分别怎么样 在session里面去get attribute 反围之类型是不是object 对吧 好拿一下谁呢 user name 再接受一下 然后再拿serverlet contents.get attribute built拿password.warr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打印一次user name 和打印一次password 就可以验证了 对吧 记住了 一个是session绘画 一个是整个应用上下文 对吧 好 gs也有了 cs也有了 那我是不是先访问cs 来 困了 风轻啊 不是 我说你就闻一下就行 真的 我这工牌上面全是这味 现在 呛眼睛都 好了 来 轻松一下 回到这边 来 回车 好 没显示对吧 因为这往里存嘛 从完之后 我是不是拿gs 回车 两个是不是都有 但是我们知道 session是不是关了就没了 好 我关了 再来 来 local house的冒号6660 对11下面的gs 是不是不能再防cs了 你要防cs session里面是不是又存了一次 好 gs走 看到了吗 这个空指的是不是session里面的 对吧 那是不是意味着各位 session里面这个作用域的存储范围就是绘画窗口啊 对吗 然后呢 我们说session里面的contain是代表整个web或者要的当前整个什么应用啊 是不是当前整个应用里边 对吗 不对吗 对啊 然后无关什么 无关 浏览期 或者无关 客户端 你客户的爱关不关 跟我没关系 我服务器不关就行 那换句话说什么时候销毁呢 服务器关闭 即销毁 这个即是哪个即 是这样吗 啊 那当然你说老师那他永远不过期 我不永远都存在里边了吗 那我们说你可以对他做什么 移除 比如说 serverlet context 点 有一个方法叫remote attribute remote是不是叫移除啊 remote attribute 谁呢 password 那这样的话你仅仅是干啥了 把serverlet context的存储的数据 移除了 但是 当前上下文仍旧怎么样 存在 明白这意思吗 那不就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类似于那种 那种那种所谓的叫什么 像我们上周写的这个注销 那个登录是一样的 我们那个注销是不是移除了session 那这个移除是不是移除 serverlet context的就可以了 对吧 啊 好了 那各位注意了 这是我们serverlet上下文的一些 常用的一些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 第一呢 微信 记住各位 serverlet context 我们创建不了啊 它是一个应用 对应几个 一个 刚才我写了四个 或许方式 或许都是同一个 对吧 然后第二个 就是一直存在 只要容器不关闭 或者啊 应用 不屑宰 serverlet 上下文就怎么样 一直存在 啊 那么我们还可以配置什么 serverlet context的 参数 那其实不就是出什么话吗 看下里面内容各位 context 然后再来一对 context的param 这个叫password 这个是1234 行吧 那我们说这是 是不是项目一出什么话 哎 创建了serverlet的context 然后就往里面存了 两个内容啊 一个Uter内容 一个password 那我要获取的话 各位 我是不是在这 直接就能获取 怎么获取 可不是get 有tribute 呀 你那是出始化的 对吧 那出始化应该是get 帮了这个了吗 叫initial parameters 对吗 不对吗 user 内容 接收一下 然后再拿serverlet的context get initial parameter 拿到password 不是这样吗 然后再打印 打印什么 出始化的冒号 连接上username1 对吧 再连接上一个冒号 连接上一个password的1 是不是因为我 刚才从session和application 从那个serverlet的context 拿是不是有这个 user name和password了 下面出名 是不是摸着加了个1 那我拿这个加1的行吧 来 走 先是cs 查询 好 往下翻 损了是吧 件子 回车 说出话的有没有 有 然后老规矩们 怎么样 关了 关了再 开 开了以后再 访问 回车 怎么两个闹了 等会儿 两个闹 我移除了 这 这 各位 我是不是移除了 我愣了一下 我说 怎么今儿还给我移除了呢 不是 怎么还没有了呢 那出指话的是不是一直在啊 但是出指话的各位 你可注意了 你可别说老师 那我能不能通过 serverlet content 带有点remove 我吹 能吗 各位 你觉得能吗 你可要明白啊 各位 这个叫域 就在我的serland content 这个域里面存了一些内容 对吗 而你initial parameter 这个initial 拿的是什么 出指话 伴随着你的创建 而创建的 对吗 不对吗 你出生就有的东西 那玩意你可不能移除 而你这些remove 我去不得和sat 我去不得只是说 在后边额外给自己加上了 对吗 那额外加的我能不能移除 可以 所以记住了各位 出着袜子可别碰它了 这些东西是没法移除的 你说你想通过 这个remove 和tribal是移除不了的 因为拿都是initial parameter拿的 你能去remove吗 肯定remove不了 对吗 所以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好吧 再来 再来 谢谢观看